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 没事 就是男生之间的事 你们女生不懂 你这是严重的性别歧视啊 我没有性别歧视 我是 你不说呢 我当然不懂 我也不懂你和林川之间的兄弟感情 但我只是想倾听一下朋友的烦恼 我们因为志愿的伤道翻了 我们因为志愿的伤道翻了 我想去华清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了 华清是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虽然之前你说的时候吧 我也觉得有点惊讶 不可思议 但是想去国内最好的大学 怎么会错呢 不是 不是担心自己考不上 也不是华清不好 是我违反了约定 我们兄弟之间有一个约定 就是一起去海底大 而我自己打破了这个约定 从那之后 他们都管我叫老大 因为我拿了森友这届 第一个冠军 而且每次习到大学 都是海底大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低落的你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我主要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 但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更好 因为大学是个很重要的选择 对于我们未来的人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拉着他们一起 所以你觉得凌川生气是为你违反了约定 不是吗 华清呢 是你想要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想要什么 每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的不一样 就例如我吧 我想去北开金融系 但他们可能觉得我天天学习呀 特别无趣 但我愿意呀 我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你呢 你现在想要更高的梦想 可凌川未必 你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 他是绝对不会因为 你想要更大的世界而生气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 凌川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老让我猜算个什么事 你痛快点 你就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哥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老让我猜算个什么事 你痛快点 我说话跟个姑娘一样 哎呀妈 他说了这些我来弄 没事 你快去休息快去休息 好 好 知道了 spikes 咳 那 我們 平安 就 大家都